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擾了 有沒有人在 怎麼變這麼老人 以前空空沒有東西 小時候 有一次我媽媽帶我去公園蕩球前 拿的就是剛才一個聖名的說 我是去吃名 我現在聽到很相信 我心裡想怎麼可能 我只要輕作怎麼可能去搖到 既然如果有工作就做了 跟人家做一行 做一行 我家的一些小弟的事情 他們沒錢我就給錢 送給我自己一無所有 我是有太過了 那不是八年太輕 跟人家帶來不好運 我不如到橋下去 睡在橋下 以前這裡是空蕩蕩 只有橋墩之間有板子 在橋下一段時間 路過了一個過渡期 我們朋友做水店的 他有工作他來找我 有工作做就好了 就不會去搖到 那我總要跟他努力 他叫我把那最大小的工 切掉 鄉鄉聽到水聲 大便 衛生紙 他總要衝過來 我是覺得人生最早 只不過如此而已 水沖一沖洗一洗就好了 總比我原來很多天沒有洗澡還乾淨 生日快樂 那個老闆 他感覺比以前的債務 卡手比較快 最後的失陶 他都叫我對他去做 那就是因為這個 這裡去食材就有墓了 老公我回家了 好 我來了 那時候什麼都不敢想 不敢奢求 我覺得人家是仙女 我跟人攀不上去 他在我住的地方修馬桶 他給我第一眼的感覺 你有看過水電工嗎 他就是一般水電工的裝扮 就是吊嘎 蓬頭露面的這樣子 所以你根本不會覺得他 會是你生命中的某個人 那時候在那個衛浴公司上 接觸的都是有錢人 看多了很多的有錢人 其實他們好像也不是很滿意 他們的現狀 你都已經這麼有錢了 為什麼你還這麼不滿足 對所以我會覺得說 那個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因為他在我們家修馬桶 實在是修太久了 我沒有做衛浴設備的時候 我就去做保險 那我就乾脆賣你保險好了 變成他是我的客戶 講話的機會就比較多 後來又覺得說 他做事不管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他都很用心 我就覺得這個人好像還不錯 跟他外表看起來不一樣 有一次他竟然說要來煮飯給我們吃 那一年就很感動 就想要給他撩 因為好久沒有家的感覺 我聽到這一句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害怕 不會吧 你要追我 自己也不想想看自己是什麼樣子 我跟他講 不可能的 我們家的人一定不會答應 最後其實是因為他對你啦 就是真的是那種無微不至 又開始了解到為什麼他會這麼落魄 然後產生了一點同情心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我老婆好漂亮喔 那時候是決定要跟他交往 你還是要到你家裡知道你現在跟誰 其實我爸我媽他們一天到晚跟你講 你眼睛要大一點 南部人都這樣捨不得你 然後心疼你 可是他講出來的話一定不是很好聽 尤其是我爸 因為我爸很疼我 他覺得一個好好的女兒 你把他搞成這樣 他明明就是可以很好命的 第一次去他家他爸爸是跟我講 他是他的掌上民宿 我沒有錢 沒有房子 什麼都沒有 他要怎麼放進把他女兒交給我 那個時候才知道 原來他們有很多大老闆 有錢人 都要娶他 我算一算是裡面最糟的 現在看起來印象是不太好 我平常先說話 他還說阿伯阿伯 你女兒真的有計畫 我一定拍拼我也不會給你老虎 所以那一兩年我很拼 那個時候也是我剛開始 跑一些開市場 早上跑一場 防昏再跑防昏市場 晚上再跑夜市 一天做三場 說起來就是 我剛才有一個貴人 秋頭有很多以前的鐵鍋 叫我先拿鐵鍋 看看 還跟我怎麼處理這鍋鍋 因為當時大家 不能接受鐵鍋生鏽的事情 客人有疑惑 我就盡量去找證據 我除了從製作的方式改變 改進它成型的方式 還有它的原料 中鋼有更好的鐵 我就用更好的鐵 我是認為原料貴一點沒關係 品質好一點就好 讓客人好用會一個介紹一個 那時候剛好雅虎拍賣剛成立 然後我就開始去研究怎麼上網 我老公說那你把我開鍋的影片放上去 讓人家知道這個鍋是怎麼做的 我們也不是說希望說它可以賣得很好 我們只是希望讓客人可以找得到我們 然後沒有想到 因為製作方式比較特別 所以你的討論度也會比較高 所以你很快就會被發現 沒有塗層的鐵鍋 它其實是一個好東西 你只要告訴客人好好的保養 它其實是可以用很久的 剛好在那個時候 然後新聞就報那個鐵芙蓉的東西 它不沾的塗料 它其實是有害的 大家才意識到 想要回歸傳統天然的東西 所以才開始會比較好推廣一點 我覺得真的是天時地利 也有可能是他很努力 我老公說人在做天地看 自然會有貴人相助 我現在是一個有十二人的公司 我們一年應該會有一萬五千個 那時候嫁給他 沒有想過說他可以為我做成這樣子 現在呢我爸爸我媽媽 他們對我老公已經改觀了 店裡面工作忙不過來 他們會能幫就盡量幫 他會想說真的 他很頑皮 他很頑皮 他會說真的 很可愛 對我們兩個人 對我們兩個人 也很意識到 對 我感觉我们水母 那当时射到她就好像 我在海里快被淹死了 突然有人拉我一把 让我不再沉下去这样 我很爱她 谢谢她当初 坚持地追我 才会有今天的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